我叫郑日文,我来自湖北黄岗,我是先游安达公司的出自车司机,我在先游,现在我们夫妻点有差不多八九年时间了,也算是先游是我们第二故乡。 每天就是国国的指定的这个乡镇,赫山检查的样本,有的送到我们县,有的这个方舱,有的送到莆田,临时拿到通知,我们叫到哪里,我们就送到哪里,我们一共有三十辆车,参加这个抗疫情的。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先游县的里南镇,那么一会儿呢,我就将跟随着我们的这一位郑瑞文师傅呢,一起到先游县的原庄镇运送一批的核酸检测的一个样本,那因为呢,原庄镇有部分地区是属于中风险地区,所以说今天呢,我也换上了全套的这个防护的一个装备,那一会儿呢,我们就将跟随着郑瑞文师傅的车,一起去看一看我们整个核酸检测的一个装备。 测样本的转运过程。 我和我们的跟着干部是一组,固定的一组,每天我们出这一天,必须探好防御服装,因为我们用那个核酸检测那个样本,必须要防护要安全。 肯定是有点的,但是,好好想一下我们那湖北的时候,别人都去支撑我们湖北,我们在这边那边嘛,福建,我们坐下也没什么觉得幸福的。 经过了近40分钟的车程呢,现在我就来到了鲜油县的原庄镇,那么原庄镇各村庄的核酸检测的样本呢,也就被陆续的送到了我身后的这个小屋子这边。 那这类文师傅和他的同伴一伙将要做的事呢,就是把这个小屋子里面的核酸检测样本,通过我们的出租车转运到实验室内。 我们每次把标本树子要搞清楚的,要核得一下树子,要把它清理好,我们才能长相。 这个这是送的哪里呀? 这个是一线送到普天薄。 每次都装满满的是吧? 对对对 每次都要找满的 河山样本 我们一般是在规定时间 我们是两个小时必须送过去 一般在正比较大的情况下 有的要搞到深夜 几点甚至到天亮的 因为它有时间 它不能放久 在两个小时之内 它必须送到房船里面去的 一天我最多跑过12趟的 也就要不搞到四五点 基本上天亮的 我们在人的生活 还要帮帮涮 还帮帮涮 因为跟着人 它一过程也忙不过来 我们今天第一摊 河山样本已经送到的普天了 每次送到我们都要搞一下消消毒 水里 水外 都要消消消灭 我现在准备去第二趟 下毒我们就准备去第二趟了 一开始的时候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穿过这种防腐服 然后最近天气又比较热 一开始感觉就是穿这个 就感觉像夏天的时候穿雨龙服一样 很热 最近几天 大家差不多都能适应了 你看他们司机师傅是外地的 他们都能为 为这次疫情做出贡献 我们当然跟欲不容辞 而且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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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